大家好,12月17日在香港有六組試集,是跑馬地試的 第一組是跑馬地的千七米,跟大家看看第一組 第一組集合最高分是87分的勤得見備,只有四隻馬試,最低分是天天天靚 好了,12月17日,第一組跑馬地的千七集準備 好,開閘的時候,四匹馬出市,大家的集箱都算是頗齊的 終於有隻縮在後面,終於有隻馬放 好了,看看前面的馬,現在放了出來的那隻是喜連衛星 分裂二、三位,暫時就是天天靚,在第二位 第三位,紅衣,是威威高星,拖在後面的馬,是那隻勤得見備 剛才第一次過了這個,就是接近滿冠灣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是那隻喜連衛星 跟著都帶來一個多兩個馬位 在第二位的馬,是那隻日日靚,威威高星是第三 暫時在包尾的位置,依然是那隻勤得見備 好,跑到對面直路,前面放頭的馬,是那隻喜連衛星 日日靚,都還是吊著第二位 基本上,大家的位置變動上面都不會有的 威威高星就在第三 第四位,是那隻勤得見備 好,去到對面直路的尾,前面都還是這隻喜連衛星 日日靚,再來就是威威高星在第三 第四位的馬,待會看看那隻勤得見備 有沒有能夠追一下 好,轉彎入直路 前面還是喜連衛星帶,日日靚第二位 匯馬,威威高星,看一對前腳 在後面的馬,還是這隻勤得見備 也都慢慢拿出去了 好,入正最後直路 前面還是喜連衛星放的,日日靚在中檔 黑色眼罩那隻,前面,威威高星上了些 最出追上來的那隻是勤得見備 好,最後百多米,依然是這隻喜連衛星的佔先 賣便威威高星已經逐步上來了 外面是日日靚,最出衝得很厲害 我一隻勤得見備 這組集,其實頭幾段的步速不算很快 會不會喜連衛星真的不能放頭呢? 回到來不算很厲害,8.75而已 反而日日靚,去到評分又回優勢了 40分,六五班就可以爭下 跑了六場,狀態升了,九分水準 勤得見備,長期要拖,九歲老馬 在二班八十七分,千六到千八十到二千米 都長期要拖著,和你爆一段 很輕鬆,看到他在這裏追上來 所以我又要給九分水準 裏面那隻威威高星 不知為何賢仔說要看前腳 但沿途留意著他走勢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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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身 我都要給九分水準 我反而覺得是起連衛星試得最差 因為其他最重要 另外三隻試得不錯 特別留意一下,日日靚樂斑 然後會初出的威威高星 很輕身 另外這隻叫做勤德堅備 只能夠拖腳 好,看完第一組集 看看第二組 草地千二米 第二組千二米時間是11分10秒59 最高分是96分的街運財,外檔 好,繼續試集來到第二組 千二米的短途集 好,開集 沒有漫漫 現在稍稍跌了下去 是淺藍衣的那隻中肝二膽 另一隻淺藍衣拖在後面 是那隻街運財 外面還有一隻移下來白衣 是實力派在最後的位置 好,前面放了出來 是加州時街 對,金爵士是第二位 紅粉風彩第三 埋便第四塊塊油 外面移深星 尾四淺藍衣 是中肝二膽 紅衣尾三 安城尾以實力派 暫時殿後 是那隻街運財 好,過這個600米斷柱 前面是加州時街放頭 金爵士是第二位 內檔省了些位置 這隻快塊油就在第三 第四的馬中間就是那隻紅粉風彩 外面紅帽子三 還有疑心星 埋藍位置那邊 有淺藍衣 這隻就是中肝二膽 尾三最出的紅衣 是安城的 尾二就是實力派 大外檔現在拼出去 是街運財 好,最後八多米 前面是加州時街 外面是金爵士 兩隻馬都認真 被跌下去 拋掉後面的馬裙 第三捐了上來 就是中肝二膽 第四最出 街運財輕鬆 前面紫色衣 紫色帽是快快油 中間紫色紅帽 疑心星 後面的三隻 實力派 紅粉風彩 外面的紅衣 是安城的 好,我逐一逐一說 加州時街 這隻是PP 4歲的金獎章的兒子 在Hawksbury和Goburn 贏了兩場遠地 距離Fornia Sky 我看到它很急密 但看馬應該不是那麼短 應該是跑1400-1400馬 看血統也是 狀態不錯 但其他都偏要 我暫時給8.75 金爵士 又是自購馬 紐西蘭自購馬 這隻馬叫Designer Jeans 黏地 兩隻馬都要騎 所以兩隻馬都給8.75 這隻是1200-1400馬 在外地 黎地 特別留意一下 應該會更厲害 中肝義膽 也是PP 之前試襲 試得很好 如果沒有記錯 他是試黎襲 試得很好 但這副襲是慢一慢 在外地 只出過一場 在Geylon 贏了一場普通的儲類馬賽事 但贏了Micro和Pegasi 其實不算頑皮 之後都有一點點表現 所以 中肝義膽特別留意一下 他的進度 好像有點用 初起 純粹是 8.75 加運財 9分水準 全程拔在後面 入腦子後 按到緊緊緊 追上來 金管能力很強 這組集是輕鬆 9分水準 已經有水準 快快有 跟大家再看一次 快快有 看看他騎成點 然後再說 疑心星 鬆著讓他走 不算很多 評分好像有點尷尬 我想我勉強給8.75 8.5 這組集不是試得很好 快時間 快快有 省完這組集之後 一定會好些 但都是8.5 騎都不肯走 中肝義膽好過他很多 加運財都好過他很多 按住都上來 當然 那組的評分比較高 實力派不是留後跑 跟前跑的69分 我想先減一下分 之前那場 初出那場 我說下雨前置他可以賺 但之後我都沒有選過他 雜事都選不到他 8.5 後面兩隻 紅粉風彩自購馬 韋特馬房 兩歲方拉 三歲跑2000米 都不太行 不知為何夠66分 因為贏了一場 處女馬賽 之後再在一場交叉地 跑到第二名 這樣也夠分 怎樣都好 好 遲些先 安城 季初初出的時候 就在前面捱回來 可以入下到第二名 之後兩場都不行 近況一般 所以又是不給評分 看完了兩組集 看看第三組 第三組最高分是59分的 青梦帝國 時間1分11秒 五一 不算快 中段還要慢 好 繼續試集來到第三組 千二米的短途集 好 開集的時候 星夢帝國藍衣 不算很快 但又不是慢集 在尾衣位置 退下來的馬 有這隻就是安寶 外面淺紫色衣 現在在尾衣 就狗狗圍攻 尾衣 是那隻電子寶貝 好了 跑了一段 前面佔先的馬 外面就是這隻大細智庫 中間安道 埋便請喝茶 第四位 方堂武士 埋便第五 剛剛好 外面致用財星 後面那四隻 狗狗圍攻 尾衣 電子寶貝 尾衣安寶 暫時包到最後 是星夢帝國 好了 轉彎的時候 前面黃衣佔先的馬 是那隻大細智庫 第二位 有這隻埋便的請喝茶上來 安道就在外面 第四位埋便 剛剛好上來第三 中間還有一隻方堂武士 扔到出去兩隻 分別有智勇財星 大外蕩 還有這隻狗狗圍攻 在裡面藍衣 白帽捐上去 星夢帝國 吞下去都是那隻安寶 好了 最後一百米左右 中間剛剛好上來 外面方堂武士 外面很大隻 他就請喝茶 第四 後面追得 星夢帝國 第五 往來黃衣 大細智庫 中間有安寶 紅帽 外面電子寶貝 最出是狗狗圍攻 尾衣自用財星 安寶就往後面 早集時間慢 前面放出頭 然後捱不到那些大細智庫 不厲害 方堂武士騎得緊要 8.75 勉強 慢時間 剛剛好 反而這隻真的來得剛剛好 上次我已經說過這隻馬 是有點看頭的 輸給四季起 和騰飛塔 兩隻馬都厲害 不差 我會給九分水準 進步了 這隻馬 當然了 潘頓沒那麼快出得來 看看之後會配誰 請喝茶 很大隻 但又要鬆著讓他走 仍然有點重 8.75 九分水準 星夢帝國在內蘭捐上來 我覺得五十九分 仍然有評分優勢 少少微利 跑草地 可能比泥地的現在 這個評分 泥地式跑 但不是很超過重 現在的評分 你看到上場 時間不算很快 回來 都是緊緊贏 皮具之星 還要賺了偏差 所以小心點 跑泥地未必有很大優勢 但如果跑草地 14-1800元都可以 第四季虎 剛才說了 回到來不多 8.5 電子寶貝在外面追少少 24分應該可以隨時反彈 8.75 狗狗為公 自購新馬 STARTURN的兒子 這個總暫時在香港 都不錯 當然剛才的方唐勇士 都是STARTURN的兒子 暫時在香港 四隻馬 重組成名和聲耀王者 都是會贏的 馬 比較好 8.75 勉強 安保未夠水準 我想這隻自購馬 還要減下分 看到他剛剛已經減了三分區 我想要跑長一點 還有要再適應一下 至聰財星 至聰財星 還未夠 不說了 安度也未夠 好了 看完三組 看看第四組 最高分是62分的杭州飛輪 慢時間 步速不算快 沒段時間OK 1分 11秒62 來到第四組 千怡 好了 王奇 隨時起步 開閘的時候 稍微慢一點 六三一隻 這隻叫做 勇進齊心 還有一隻 退下來 是很有精神來的 尾三位置 退下來 是杭州飛輪 好了 前面放了出來的馬 就是藍三 紅眼罩 那隻好玩大笑 要留 看到一隻德福 從中度上來 第二位 勇敢夢想第三 超級黃蜂 第四 美麗在線第五 後面那四隻 開心梳菜 杭州飛輪 尾爾 紅眼罩 是那隻好有精神 包了最後的馬 是勇進齊心 好了 過這個六百米斷柱 大家的位置變動上面 都沒有什麼 前面就好玩大笑 一美竹 第二位是德福 第三位 是黃衫 那隻超級黃蜂 粉紅衫 外面是勇敢夢想第四 第五的馬 就比較近些 外面是美麗在線 外面 開心梳菜 開心梳菜佔先些 尾三 是杭州飛輪 扔到最初 很有精神 包了最後 都還有一隻勇進齊心 好了 最後八多米 這隻好玩大笑 都放順了 都一放到底 後面追上來 德福 越迫越近 大外檔 杭州飛輪 追得最厲害 中間還有開心梳菜 第五道 美麗在線 裡面黃衫 六三超級黃蜂 六三過終點之後 勇進齊心 上了很多 後面兩隻 有這隻 很有精神 粉紅衫 勇敢夢想 似乎贏那隻 是德福 德福這隻馬 試襲 經常有滴滴走勢 但這集真的試得好 九分水準 遇勢非常好 六分隨時贏 好玩大笑 39分 我不明白這隻馬 究竟幕後想怎樣 因為我記得他初跑 菊草一千位 巡梁街盡 跟他跑 明明出來最快 但他不放 但我之前試襲都說過 他放頭是特別厲害的 九分水準是有 但希望他能夠放頭 泥地也沒問題 一千千二都可以 開始留意了 杭州飛輪有分 仍然62分 騎下去 初起 略嫌重身 肯走 但略嫌重身 8.75 開心梳塞 試了很多貨集 但不算很特別 感覺上他是 夠身體的 但隻馬不是很大 我不是覺得很 很有說服力 狀態足夠 九分水準 能力上有點懷疑 美麗在線 Shamus Award 的兒子 應該是中距離馬 留著來跑 是特別好的 之前在重快一集 試過留著來跑 是特別走得好 但回到香港 好像是時間第二貨集 可以再好些 因為這貨集的時間不快 我不知道他是落腳慢 還是怎樣 我不懂得分 因為已經四歲了 但這隻馬應該很有能力 看上去狀態有九分水準 但在香港試襲 越試越沉 很遲才會 嘗得著 可能初出已經要跑千四米 但狀態來說 我會給九分水準 九分水準 但試襲只有8.75 狀態是肯定有的 超級黃蜂 另外一隻Sway Nest 來到香港的馬 真的不太適應 以前試襲 有點走勢 但這貨集 好像之前一樣 也是走勢 中段走勢很凶狠 開腳很密 但回來是停的 8.5 勇進齊心 不給你平分 這隻Headwater 好像還未夠力量 勇敢夢想 回來後退 所以又是不給你平分 很有精神又是不可以的 遲些先 好了 看完四組集 看看第五組 時間1分11秒66 最高分是55分 忽雷 時間正常 但步速不算很快 是的 好了 繼續試襲 來到第五組 1200米的短途集 開集的時候 信心寶不算很快 另一隻灰馬 那隻叫做獵景追飛 就退了在後面 尾三的位置 埋便紅衣 就是高高 好了 跑了一段的路程 前面放出來的馬 那隻都好像不想放 八騎士 紅眼罩路足 埋便赤水神鞠 外面忽雷 第四團結 必勝第五 喜氣綿綿 第六 那六三位就精明湧盡 埋便高高 那再後面的馬匹 有這隻獵景追飛 和一隻是信心寶 好了 過這個600米斷柱 前面帶頭的馬 八騎士 在中間他真的放到 埋便赤水神鞠 第三位的馬比較近 埋便省了些位 那隻喜氣綿綿 但是中間團結必勝 進佔第三 埋便喜氣綿綿 第四 外面紅衣 紅眼罩第五 還有這個忽雷 後面精明湧盡高高 拿出去的馬 有獵景追飛的灰馬 最出的那隻是信心寶 好了 最後二百多米 八騎士 都還一直迫著 它是佔先的 但是埋便赤水神鞠 都算是挺輕鬆的 再後面的第三位 黃衣那隻 團結必勝 高高追上去第四 外面還有這隻精明湧盡 六三 後面的馬 埋便那隻 灰馬 粉紅衣 喜氣綿綿 中檔灰馬 紅衣 獵景追飛 退一點的馬是忽雷 在後面是信心寶 我想要早一點和大家看一件事 留意一下這裏 不知道做什麼事 可能緊迫 看到梁家長站高了 已經是收工 但回來的勢 仍然是OK的 八騎士先 這隻馬 平分51分 我想有優勢吧 但是 試的貨集試得一般 跟錢都不行 這隻馬真的要留住來跑 8.75就是貨集 反而這隻是36分的赤水神鞠 生回了 按住都可以頂得住 9分水準 贏得了 看看泥地12米 還是菊草12米 團結必勝 始終去年 新馬沒什麼表現 Astern的兒子 跑了三次 都不太好 這貨集要比 比也不太多 8.75 高高 經常都試得不差 但是真上跑 這隻加不出水準 經常性都是這樣 試得不錯 8.75 但是真跑的時候不行 沒什麼看的 接著就是精鳴勇俊 初出那場都見到他肯追 長長都肯追 這貨集也是見到他肯追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和姿態 我就不覺得很出色 8.75 暫時他跑了三場 都是近而沒什麼威脅 但是應該之後跑1400 1600 看看馬房想怎樣處理 創態是不差的 希望他用人方面 果斷一點 如果用到大師傅 就用回大師傅 可能會好一點 你賺到多少錢 最重要是種 給100倍你也沒用 喜喜綿綿 我覺得這隻馬不是頑皮的 但是現在48分 鹽浪 和草地是不行的 狀態是8.75 他有8.75 但是只是限於拖腳 如果跑來1600 有一點點像是想減分 減分 狀態 不過已經升了很多 忽雷初起8.5 聶景追飛未得 這是北京之右的馬 這是愛爾蘭馬 信心寶 是Make Belief的兒子 另外一隻愛爾蘭的自救生馬 暫時不多說了 好了 看完五組好集 看看第六組 第六組時間58秒500 正常 都OK的時間 最高分是67分的美麗賓慈PP 兩歲PP 好 開閘的時候 黃三一隻齊天大勝 暫時在較後的位置 好了 跑了一段 前速快一點 是那隻超班 外面美麗賓慈 中檔有這隻線路光明 埋便得得天下 外面還有一隻日新月柱 後面那幾隻馬 分別有這隻福幼 包展凸 同喜喜 暫時大舵口 是那隻齊天大勝 好了 轉彎的時候 前面佔先少少的馬 還是埋便位置 是那隻超班 在它外面 是那隻美麗賓慈 第三位得得天 第四位 有這隻線路光明 線路光明第三 第五的馬 看到埋便是福幼 中間包展凸 外面日新月柱 外面是同喜喜 包著最後的馬 依然是齊天大勝 好了 最後八多米 超班 放順了 扔掉後面的對手 而贏出這個大閘 美麗賓慈 就在第二位 但是福幼 就過了他 外面還有一隻線路光明 後面那堆都很近的 外面同喜喜 中間包展凸 很大隻都飆上去了 後面的馬 得得天下紅毛 白衣 外面齊天大勝 外面是日新月柱 我想這樣 這組集 超班這隻三歲的自救生馬 下線 Testerosa Headwater 短途快馬 8.75 奇得緊要 福幼 反而這隻 追得不錯 都是8.75 給不到9分 可能要跑長一點 1200 1400 奇得緊要 8.75 8.75 這兩隻都是 美麗賓慈 這隻馬 在外地 就叫做Calfree Charge 跑兩場 贏了一場 足夠67分 我對於那場馬 雖然贏了五個馬威 但我真的不看好 但怎樣也好 初起馬腳出得很直 未夠力 所以暫時不給評論 這隻線路光明 初出雖然跑第14 但這部集 為何追得那麼多 魚勢很好 再看看之前的試集 原來也是 總之 他拿著Calfree Charge 回來後肯追馬 之前都是這樣的 所以 他留著跑 比前置好 上一次 他怎麼跑 是跟前了 回來也不好 一次蜜蜜也有點嚴促 所以可以抹掉他的賽職 但是 這部集市得不錯 8.75 包剪很大隻的Sebring 但我都說了幾次 Sebring 反而不是那麼好 太大隻馬 反而不是那麼好 反而不是那麼大隻 這隻馬 可能會好一點 這隻應該不是 他日日精彩的Halfbrother 我記得他們之前 在羅副船馬房 他們在Magimedia買了 Fullbrother 但那隻馬是灰色的 所以應該不是這隻 但很大隻 初起8.5 我肯定要他再跑一下 熱身先 同起起在內蘭捐上來 不差走勢8.5 但未夠 得得天下 牽全6個兒子 未夠就不用多說 日新月珠 日新月珠 未夠的 給點時間 齊天大勝 這隻是PP 文家良馬房 在外地 就叫做 All About You 贏過幾馬位 儲類馬賽 黏地還要 不知為何足夠 63分 但怎樣也好 給點時間 應該就是 未得住 好啦 沒什麼特別的事要說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請不要緊 請不要緊 教導 請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